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讲解一下 及时通信是怎么开发的 好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及时通信的效果好吧 我这边启动了两个模拟器 这个是我们的麦QQ对吧 没什么说的 好我们就直接进去 进去完成以后 VPager可滑动对吧 好然后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进来以后点击一个头像 好然后这里就可以发送一个消息对吧 好我们这边呢 我点击一个环性UI demo 好点击进去以后 这个是我提前登录的一个账号 账号密码就是123 大家自己下来以后可以自己去下这个环性demo123 下了以后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自己登 我为了方便就直接取个名字叫123了 好我这边大家注意观察 我现在随便发了这么多二过去对吧 好我一发送 然后这边就显示了 是我刚才所发送的内容 是吧 好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发送的 好我现在随便再输入 输入以后我点击发送 我点击发送 从这一边应该是要发送到我们这个MyQQ这一边 对吧 好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显示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做判断 没有做操作而已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呃我这边为什么说我是接收到数据了 来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是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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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的消息 我这里就是接收成功的这个消息 好如果说你们 你们要把它显示到 因为你已经接收到了 对吧 你已经接收到这个消息了 我用log.d给它打出来了 好那你们接收到消息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set textview啊 或者set什么东西都可以 只要你接收到消息了 你肯定就可以把这个消息给它设置到空间上面去 我这边呢为了呃 嫌难得嫌麻烦 我就直接用log.d给它打出来了 对吧 就这个消息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大家继续观察 我这边给它发一个999 好这里是不是一个999 对吧 好我这边给它发个 呃007 好 它这边是不是接收到了007 所以这个是我们实现好了一个即时通信的 好那现在肯定就会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即时通信应该怎么写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四位导图 首先我们在写即时通信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几个东西 是什么呢 插名PP 然后这个OpenFile呢 它其实是一个后台服务 OpenFile主要是结合SMark OpenFile 他们两个可以用来开发手机的即时通信 还有就是我们的Sockit 这个Sockit呢 在加网基础那边也有Sockit也有讲到的 对吧 我们给服务器建立一个连接Sockit的编程 这个是大公司里面会使用到的技术 就比如说类似于腾讯这种东西 这种公司 他们的即时通信就是用Sockit的编程来写的 好然后一般的公司呢 一般的公司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使用OpenFileSMark 或者是XMPP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这样的 即时通信它在所有的安卓应用开发里面 是最复杂最复杂最复杂的 非常复杂 不是说一两个小时 也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够把一个即时通信给写好的 好 这个时候呢 一个公司啊 他要开发一款社交类的软件 他如果用Sockit去写的话 他需要投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很在以前啊 在十几二十年前 好然后 有几家非常牛逼的公司 然后就开发了一套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协议 就是XMPP协议 这个XMPP协议呢 就是用来开发我们的即时通信的 然后这个OpenFileSMark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 它这个SMark 它其实是基于XMPP 然后做了一些优化的一些东西 好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XMPP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XMPP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来我们看一下百度 它已经说了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XMPP协议 其实呢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它 应该这样来理解它 这个是一个大公司推出来的一套协议 就类似于我们的什么 就类似于我们的HTTP HTTP协议 我们HTTP是用HTTP Clent对吧好然后它这个XMPP呢它就是用XMPP流来获取来传输的好然后我们要解析这个XMPP流然后给它设置上去它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点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 这个详细一点的介绍呢呃大家应该知道肯定会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客户端第二部分是服务器对吧好然后服务器呢这边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主要是使用OpenFire然后客户端这边的代码呢一般来讲一般来讲都是SMark大家也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好 它这里有非常详细的给你们解释就是服务器端的设计然后这个XMPP是怎么样工作的是怎么工作的首先我都说过了它其实是服务器这一边发一个XMPP流对吧发一个XMPP流好然后这个这个流呢它主要就把它分为解析模块加密模块还有数据模块然后这个地方的应用模块它就分为两层这个地方是要开两个线 来处理的开两个线程来处理的一个就是处理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文字类的信息好然后给它存入数据库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肯定有时候会发一点图片类的信息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语音消息又给又给它存到另外一个SD卡里面好然后最后呢是给用户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流程这个就是XMPP协议 而且呢这个博客我觉得挺不错的它连它这里也告诉了你们就是这个资源代码是在哪里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好然后我的是怎么写的呢我的是这样写的我之前在写的时候我就已经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只是说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一个XMPP对吧 因为这个XMPP是一个协议它不是说一个小时或者一天或者两天这个协议就能够说明白的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有可能是我们会用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说出来好但是呢但是一般的小公司一般的中型企业像他们要怎么样去写这种及时通信的协议呢其实我们就会用到第三方的一些东西这个地方呢我要多说几句为什么多说几句是因为这样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电商内的APP对吧一个电商内的APP我现在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呢我现在要实现一个百度地图的功能难道说我自己要去画一个百度地图吗其实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不现实的对吧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我们要实现一个消息的推送什么是消息推送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消息推送 好我们先回到这个界面然后才能看到这个消息推送稍微有点卡呀因为开了两个模拟器等我们演示完成以后我们就关一个这样就没有这么卡了大家稍微等一下 它的消息推送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因为现在已经卡死了我就直接讲吧在这个位置哦已经大家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完基础的安卓的基础以后肯定就是notification来做的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窗口然后弹出来我们是用notification来写的好但是呢 实际开发过程中其实不可能用notification来写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服务器向客服端发送消息这个客服端有没有网络或者他一会儿有网络一会儿没有网络你刚好你在连接的时候他发送到过去有网络好然后你发送到一半的时候他网突然断了你这个事你消息怎么处理还有就是一个定向发送就比如说一个可可会员VIP会员好 我只向会员发送哦998可以买颗钻石好然后向普通用户就发一个99998才能买钻石对吧这个涉及到定向推送的时候他也会涉及到很多很多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可能用 这种比较简单的notification来写了我们一般都会用到第三方的比如说什么激光推送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到这个激光推送的好那我们写即时通信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这个即时通信你不管是用XMPP协议来写也好还是用OpenFire加SMark来写也好还是Socket来写也好其实都不是一两天能够写出来的好但是我们现在开发呢可以非常快非常快速的把一个即时通信的一个模块给集成到我们的项目里面去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实际的流程啊你在公司里面开发老板要你开发一款APP可能开发的周期也就是一到两个月左右你一到两个月你不做界面你不做网络你不做逻辑的处理你光只是开发一个即时通信你可能一两个月你都不一定能够写出来这个时候就肯定不行了对吧 所以必须要用到第三方的东西然后我们用哪个第三方的呢就用到这个环性我们就用到这个环性的demo好用这个环性的demo呢我们首先是不是要先来到环性环性即时通信云大家可以看到啊一家公司这一家公司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司对吧 一个大型的公司他们也只能做一个APP然后这个APP呢就主要是做即时通信的所以作为一个呃想要快速开发一个即时通信的一个功能呢所以你们要自己从不都有的去写其实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基本上也是会用到第三方的东西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三方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有非常多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汽车之家的也集成了这个环性的APP还有什么我们的对聊啊猎聘啊这些跟谁学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 这些应用里面都是集成了环性APP的好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呢 即光推送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消息推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途牛这种真爱网这些这些都比较知名的APP了对吧他们其实也会再用到第三方的东西所以不要觉得我真的是实际开发过程中所有代码都是要自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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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敲出来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通过百度需要第三方的东西来帮我们集成的比如说之前所讲到的基森解析对吧 smart image video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一个逻辑一个逻辑的去实现呢 有这种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东西呢大家就尽量使用这种第三方的好吧 好那首先要写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写我们按照一定的思路呢我们是这样来写首先我们先来到我们的帮助文档对吧 来到帮助文档以后他这里就有给你介绍好然后这他给你介绍这个环性然后还有就是介绍他们的产品然后告诉你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模式是什么样的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哪个位置呢最主要的位置是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卓客服端集成对吧我们的安卓客服端集成 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先让你的SDK的导入对不对他需要你去导入这个SDK那这个SDK我们怎么下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点击以后把这个地方呢安卓的SDK给他下载下去对吧 因为我这个是集成的比较老的版本所以大家在在写的时候可以参照着我的来写但是不能完全照搬因为那个这个是别人的第三方的东西他肯定API呀或者帮助文档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我这个是以前的老版本写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参照着我的思路来写好吧好那我们一边看这个帮助文档 然后一边来讲解好不好首先是不是先导入第三方的架包对吧这个地方我已经把第三方的架包已经给他导了导入进来了 而且这个地方还导入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家包对吧好继续 导入家包以后 他这里你是不是需要给他配置我们的权限啊 就用package就是我们的包名对吧这个没什么说的这个地方权限 我们呢只需要把这个地方的权限给他拷贝到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去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已经做的把我们的权限给他拷贝过去对吧 好然后拷贝完成以后呢 拷贝完成以后然后还要加上这个加上这个东西他这个application里面把我们的这个application内容呢改成我们的 UI application就是改成我们的application对吧因为这个application里面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 然后还要做什么还要设置我们的appk这个appk是怎么获得呢 其实是这样获得的当我们点击登录以后我们首先要去注册一个账号我们注册完成账号以后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发布一个应用发布完成应用以后他会返回一个appk给你 然后返回了appk给你以后你要把我们的appk给他设置到上面去 然后我这边是什么appk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appk呢是这个是我之前写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的appk了根据帮助文档来的appk对吧 这个android values然后是这个属性设置的android values yourappk就是我的这个属性了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这个地方是问你的app是否需要打包混淆的 我这边就没有打包混淆所以我这个就不复制了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读这个是iOS的推送我们就不去关心他我们首先去关心 Android的SDK对吧好他这里就告诉你了首先呢你要做什么你首先要做appk里面出实话对吧我刚才我说过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过了因为这个是别人写的第三方的我是在很早以前我自己我自己的项目里面 然后写到过即时通即时通信这一块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老一点的版本大家在写的时候一定要参照着这个上面的来讲因为我本来只用讲我这上面的代码但是我现在也要带着大家看一下 因为大家要有对比性的参照着这上面的代码来写才行好他这个地方说了在eplication里面出实话我这边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eplication的出实话 在uncreate里面出实话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和这上面的代码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这个地方的代码就和这个网页上面的代码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呃我说过了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因为是别人写了第三方的所以他经常会出现一个更新的问题 我们当我们需要写即时通信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来到他的官网参照着他这上面的代码然后进行一些相关的选择的有选择性的来抄一下就可以写出来了很多很多应用程序的即时通信的开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环信不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荣云还有其他的有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这边只是因为我以前写过环信所以我用这个来讲好吧 好这个地方我就说一下他初始化他这个初始化是一些什么过程呢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说穿了你要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是我的手机对吧我的手机我要有我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必须要有一个监听器这个监听器呢需要监听服务器这边有没有发消息过来对吧他肯定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初始化他不只是他要初始化一整个应用里面的一些全局变量还需要初始化一个监听器好这个监听器呢我就给他写到这个里面去的 然后这个监听器大家可能也会问哎这个监听器是怎么找到的对吧这个监听器怎么找到的大家可以想象啊 可以想象呃我们肯定可以在这个这个代码里面找到对吧但是呢这个代码已经有变化了所以我这边我就直接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以前这个圆码我们是怎么找的我们是这样找的我这个地方我要我要重点说一下思路就是当我们去找一个去抄一个第三方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不只是可以从这个位置好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对吧也看到了他这个地方就告诉你哦在uncreate里面这个地方初始化 然后这些数据也要给他设置上去设置上去以后然后这个app name然后怎么写的我这个地方也给他写了然后又告诉你注册方式分两种 你只要照着他的这个代码一步一步的给他写上去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大问题好但是我是怎么抄的其实我不是抄的帮助文的我是抄的这个demo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下载对吧大家看一下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下载这个sdk的demo我下了以后既然这个demo呢它是可以实现及时通信的 那我是不是只需要把这个demo里面的方法给它抄过来就可以搞定了然后呢我们只需要怎么做呢我们只需要这样做我说过了一开始的时候它肯定会有一个消息的一个消息的监听而且这个必须是全局的监听所以这个消息的监听就是这个消息的监听就是这个消息的监听就是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消息好然后我扣我的手机啊 我不管是在哪一个界面它都需要接收到这个消息对吧好然后像这种比较出事化的一些数据我们就需要放到bc里面做然后这些代码呢其实我一句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为什么我可以写出来原因是很简单的我说过这种第三方的东西这种第三方的东西其实说穿的它总的来讲就是一个思路它绝对不会有 总的来讲就是一个怎么样去学习写别人第三方的东西不会有太复杂的东西但是这个地方呢对于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实际编码量太小了实际编码量少了以后你你的代码写的少你看到别人写的代码各种封装各种欠套你就会头非常大非常晕对吧所以我们在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抄 我们要这样抄首先这个是环性的demo对吧这个是环性的demo好我们先来到manifest的这边来到manifest的这边是干什么呢首先大家一定记住一定记住我们抄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从manifest里面抄的application里面是做出事化的对吧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到这个demo application这个地方来好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 环性demo的application对吧它的名字叫demoapplication那我们就要去找了我们就要去找找找找找找这个demoapplicationdemoapplication对吧找到了然后我们就来读一下别人demo首先uncreate肯定出事化一些数据我们要把这些给他对吧别人也给你背住了出还 环性出事化SDK的帮助函数对吧然后我们就要在这里做出事化做出事化以后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是在哪里抄到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因为这个出事化这些代码都是很简单就网页上面都有但是网页上面没有这一行代码 这行代码是在哪里抄到的呢其实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出事化消息监听一个出事化对吧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是在做出事化的时候 然后它入了这一个demo环性dkhelp就是demo环性demo的帮助文件对吧好我们进这个lane里面去看一下进这个lane里面去看了一下以后它又是去继承环性SDKhelp的对吧然后它肯定在这里面做了一些出事化的我们就往下面找找找找找找好然后我们就找一下看有没有 有没有我们想要的代码它这里都会有提示相应的提示比如说全局监听UI会处理的对吧好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全局监听的然后我们再来往下找找一下我们再来往下找一下这个自定义通知栏的消息内容什么是我们通知栏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消息提示这个位置是我们的通知栏好如果你要改变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抄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要导代码好这个地方我们根据经验了因为这个地方只能根据经验也不能根据其他的我们根据经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个全局事件监听对吧有个全局事件监听就是这个好那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和我们的写法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写法还有点不一样对吧那么我们继续来找继续往上面看 往上面看了以后我们